原标题 说法,和珅曾是乾隆身边的宠臣,儿子封申焉德娶了公主,等到乾隆驾峰,和珅落得被抄家赐死的下场,晚清时期有一对父子,受宠程度不亚于和珅他们也俩,父亲死后嗜好了一文证,儿子还被咸丰任命为顾命大臣,他们就是杜兽田和杜汉父子,杜兽田出身于书香门帝, 同时也是关幻世家的山东渡世家族,他谨记学游则事,不游则不是,优以不必适应的家训,一心钻研学,二十出头就考中举人,一度受填的财学,近世级地并不难,由于母亲身体不好,他一直没有去京城参加会试,终日是奉母亲左右,直至道光三年, 三十六岁的杜兽田一定是二甲第一的成绩中进士,从最初的汉妹们编修做起,一不一的脚印,官职逐渐提升,有之不在年高,杜兽田默默努力着,从不羡慕比他升职快低同僚,相信自己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, 他所做的一切都被道光皇帝看在眼底,十几年后,杜兽田迎来仕途上转折点,奉命担任四皇子一主,日后的先锋帝的老师,同时兼任从二品的户部所侍郎,当时道光开始考虑立处之势, 而且已经有了眉目,其他皇子也太小,要么能力不够,均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,唯有四阿哥一主和六阿哥一席符合条件, 作为一主的老师,杜兽田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,不只是把肚子里的才华交给一主,更重要的是,帮他在竞争中取胜,从而顺利成为储君最佳人选。 客观来说,一主除了年龄占据优势,其他方面皆不如六帝一主,杜兽田十分清楚这一点, 总得皇帝心中所想,才能制定相应对策,杜兽田猜出道光对储君的要求,帮助一主成, 共通过两次考验,最终道光转位于一主,而杜兽田也连升几级,一日成为一品大学士, 贤丰即位后,对恩师杜兽田异常气重,大小时一度询问杜兽田,以后再做决定, 匕首席军机大臣还受宠。 贤丰二年,山东宾州发生严重水灾,杜兽田心急如焚,请贤丰帝让他去诊灾。 贤丰考虑道,恩师杜兽田已经六十六岁了,怕他身体扛不住,想派别的大臣去。 但是,杜兽田决心已定,再三请求皇帝批准,贤丰只好同意, 由于日夜操劳家之年迈,杜兽田不幸忍病去世, 奉使赴山东等地震灾,休至黄河,在途中染病足。 一般来说,若朝廷重臣去世,皇帝让人前去悼念,不会亲自前往。 而对于恩师杜兽田,贤丰的做法非比寻常。 青史稿记载,领两班大臣祭奠,地府官洒泪,痛哭流气,如丧考彼,特使文正。 另外,贤丰还追封杜兽田为太师大学士,此等殊荣。 从嘉庆以后,汉陈只有杜兽田一人享有,贤丰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, 对杜兽田的长子杜汉照顾有加。 短短一年多时间,将杜汉从原来从五品官员,直接提包魏力不佑侍郎正二品,相当于连升七级。 不仅如此,贤丰死前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,杜汉就是其中之一。 可以说,杜兽田与儿子杜汉,是晚兴最得宠的一对父子。 参考资料,新史稿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